这一锅盖好了吗 马上就出锅了 这就好了 这是大火 大火 做完就小火随便一靠就好了 对 我看咱们这个锅盖已经是轻的 继续了时间长了 这锅盖时间不长 也就两三年 费的很啊 这火大的 锅时间长 费的很啊 这个锅时间长了 锅时间长 炉子时间长 你看是吧 这是做法大火 这后面就到小火上了 大火做完就差不多 这一锅马上就出锅了 哎呀 马上就出锅了 再倒一点油就出锅了 还要加点油 咱们这种做法加的油比较多 啊 朋友们 咱们今天来到了兰州的西站十字附近 咱们来吃一家水煎包 这家水煎包在西站这个地方也是相当的有历史 咱们我们看一下这个灶台啊 看的也是相当的有年代感啊 这个锅盖都已经胸黑掉了 一看就是做的时间很长了 最后我不断的在起开锅盖 来看这个火候 现在就熟了混个油就 这个油一少了就不脆了吗 不脆啊 咱们这个主要口感表讲就是这个焦脆啊 对 现在是中午的高分 这两个锅同时在这煎 这两锅最上边的都是好锅 这是用的米漆罐 师傅像咱们这米漆罐的话 一个月用这么几罐子呀 没有 这几十罐子 几十罐子啊 好嘞嘞 这样的大人煎锅 熊环网酱在这 这边是加了油 现在准备这再放一锅 这一锅马上也要出锅了 这边是刚包好的包子 说咱们这一锅放多少个包子呀 三斤 三斤啊 三斤是这包子大约多少个 一百多个呢 一百多个呢 这一锅的话 咱们大概煎多几句就好了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左右 出一锅 现在加上水 这个水还加的很多 直接倒了一瓢水 开火 这好了吗 你等 哦 你好的 哦 我们看一下 这锅包 这个锅包 十五分钟的这个做法还是比较独特 我们看它里边倒的这个油和水比较多 我现在还要加点油啊 还要加油 这个包子出来是那种金黄色那个颜色 把油把油再控一下啊 把油控出来 哦 这就已经可以了啊 这一锅就好了已经 这边是另一锅正在这个地方尖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是吧 十五分钟就出来 先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单 生煎包 一两是四块五 一两包子是四个 三两集是十六个包子 好 好 好 朋友们 这就是咱们要的这个水煎包 三两水煎包 一碗粥 总共是十五块五 咱们现在调一个醋碟 素来一点 好 过了 这边有这个油泡辣子 好 来在这吧 好 OK 刚吃过这个水煎包 焦焦脆脆 看里边这个肉馅也是相当的嫩 大葱肉的 基本上属于这种金黄色 然后下面这一层很焦脆 大葱肉馅也是相当的好吃 这三两是十二个包子 十二个包子 对我来说这还稍微有点多 上一二两就差不多了 嗯 肉馅儿掉出来了 嗯 差不多吃了个肉丸 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热 咱们来一碗这个绿豆粥